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在天气方面 那么今天天气将会十分的回暖 最高气温甚至高达华氏75度 最低气温也都是在华氏60度上下 那么到了明天下午或是傍晚的时候 可以看到气温开始往下走的这个趋向 到了星期三还会增加下雨的情形 到了weekend 这个星期五 现象局表示 甚至还有可能接近冰点的这个冷风 所以请大家特别的要留意 在这个星期的气温变化是十分巨大的 好的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昨天晚间11点20分的时候 在休斯顿西南区13100号Post Oak 有一个十分混乱的枪击场面 警方表示 在这一个专门是举行生日宴会 舞会或是结婚宴会的 这一个商家叫做Original Vanity 外面聚集了300多人 但是因为枪响的关系造成这300多人 向各处方向逃跑 警方到达的时候 这个景象是十分的混乱 而也发现有三名青少年不幸中枪受伤 那么现在整个案子正在调查当中 好 再看一下休斯顿的一名律师 居然在这个周末 于Tiler的地方呢 他闯入了一家民宅 表示说 这家民宅前面停着的卡车是他的 那么经过争论之后呢 这一名50岁的律师不肯离去 并且还恶言相向表示将会用武器来抢回自己的卡车 而这一个民宅的主人呢 则十分的气愤警告之后 没有想到这一名律师不听啊 结果最后遭到这一名民宅主人的射杀 那么现在整案正在调查当中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名男子呢 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 将自己的法妻射杀之后 然后又将自己射伤 对警方谎称说是被自己打死的妻子 所开枪造成的枪伤 那么他是因为自卫而将妻子射杀 那么之后呢 他坦诚其实是他自己故意的 为了陶醉而将犯罪现场 变成好像是两人互相涉及 那么在星期五呢 法庭对他实行了判罪的裁决 他将会坐牢38年 另外在靠近Sam Houston的Huntsville的地方 警方表示 在星期天的凌晨12点半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结果至少四人中弹受伤 而一人不幸身亡 那么这名身亡的年轻人只有18岁 另外两名中弹的应该是年轻人或是学生 他们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在医院抢救治疗当中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22岁的嫌犯 Allen Lewis 现在还不清楚是否他跟Sam Houston大学有任何的关系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布希机场呢 表示他将会在从今天开始停止 暂时停止使用机场内的地下火车 地下火车是连接布希机场不同的ABCD 他们的停机坪 因为他们要做特别大的整修 尤其是在他们这叫International Central Processor 大概是在国际机场 他们做的这一系列的建筑和加工 他们表示呢将会在像是Ticket Counter 还有做像是检查安全的这一个排队的线道呢 将会增加到17条线 所以将会是成为目前全美最大的 这个17条线道的Security Checkpoint 不太清楚可能应该是在国际机场啊 就是布希机场的这个国际停机坪 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强维修和改变 那么他们表示呢 虽然地下火车停止行驶至少一星期 但是他们会使用Ecopark的巴士 来作为穿梭于不同停机坪的服务 还有他们的这个Skyway也会保持开放 另外还有Tunnel的Walkway 如果不要坐车想走的话 也可以使用Tunnel的Walkway 到达不同的停机坪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休斯顿的美南银行 第18届美南清函奖助学金 申请自2023年2月15号起开放 那么2023年应届高中毕业生 将于秋季进入大学就读生 需要经济援助的清寒优秀学子 GPA成绩要3以上就可以申请 这个奖学金 申请截止日期是在2023年5月中旬截止后 美南奖学金的评选委员会 会开始审理评选 随后会公布获奖者名单 并且以邮寄或是电邮的方式 个别通知获奖者 颁奖仪式预定是在2023年6月 与美南银行总行举行 那么他这个奖学金 每年在应届申请学生中 审评成绩优秀的前5名学生 每名学生可以得到 奖助学金1000美金 清寒的奖助学金的审核标准 是依据申请者所提供的 在校课业学习成绩 课外社区服务相关证明资料 还有在学期间曾经参加的 各种课外活动的情况 或是其他活动比赛的得奖资料等等 例如演讲比赛 运动比赛 学校乐团等和家庭经济状况 财务证明 还有需要两封的介绍性和教师推荐性 以及学生自我介绍性两页 有鉴于疫情的影响 在课外社区服务和学期间的各种活动 评审会将会保留和调整审核标准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那么这个表示呢 这是这名学生就读于休斯顿Wisdom高中的18岁学生 叫Mohama Siler 在2号的时候 因为抢案 在学校被逮捕 另外两名嫌犯 则在Wisdom的这个街区的犯案现场落网 18岁的另外一名学生 叫John Nesangua 拒捕中枪 但是没有大碍 被控袭警 那么17岁的Mohama Robinson 身上还收出了抢劫 被控抢劫 这三个高中生 在2月2号下午 先在当地的公寓威胁刑抢 将对方的这个所有钱财搜刮一空之后呢 然后其中一个学生还继续的到Wisdom高中正常上课 警方发现这个学生的去向之后 就开始包围学校 最后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 逮捕了Mohama Siler 同时课堂上有百名学生 虽然这个Mohama Siler犯案时宣称他有枪 但是警察逮捕他的时候 在校园内没有查到任何的枪械 好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一则消息 那么这是KPRC来的消息 他说休斯顿北边的一家最受欢迎的餐厅 叫The Drunken Corner 日前突然关门后 员工在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声称 业主拖欠他们数个月的工资 员工指出这家被休斯顿黑皮书 Black Book Houston评选为 2022年最佳新餐厅的酒醉角落 The Drunken Corner 向员工开出数十张的空头支票 最后这个公司被迫与多家食品和饮料供应商断绝关系 还称被有欠债数千员工的薪资 根据报道 美国食品U.S. Foods Cisco Foods 还有Spex Liquor和Wine等供应商 在收到空头支票后 就停止与该公司的所有业务 前管理人员声称 支付给供应商未偿还余的额度超过了3万元 那么经理们还表示 由于缺乏供应商 厨房员工得不到每天长途跋涉 到Coger和HEB等超市购买食品 所以这一个公司它突然的关闭呢 让大家真的是很意外 还做出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欺诈薪水的行为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Berjo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 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